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豬 这是爸爸豬 粉红豬开始咯 今天播出新鞋子 佩佩和乔治在院子里玩 佩佩 你的鞋子呢 哦 我弄掉了 我想应该找得到吧 这样好了 我们去院子找找看 好 大家都在找佩佩的鞋子 妈妈豬在花圃里找 可是佩佩的鞋子不在那里 爸爸豬在推车里找 可是佩佩的鞋子不在那里 佩佩和乔治在花圃里找 可是佩佩的鞋子也不在那里 哦 我们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都找不到佩佩的鞋子 佩佩的鞋子弄丢了 我没有鞋子可以穿 可怜的佩佩 你的鞋子也旧了 替你买一双新的好了 可以买红色的新鞋吗 妈咪 当然可以啊 乔治 我要去买红色的新鞋了 妈妈猪和佩佩到了兔子小姐的鞋店 你好兔子小姐 你好妈妈猪 我们想替佩佩买一双新鞋子 我要红色的 我们一定会给你找一双漂亮的新鞋 我要红色的 拜托 没问题 红色的 哇 红色的新鞋 乔治和爸爸在下棋 你好厉害 乔治 爸爸 爸爸 你看我的心鞋 红色的耶 真的耶 真的是红色的 妈咪 你喜欢我的心鞋吗 喜欢啊 佩佩 他们看起来很时髦耶 乔治 你喜欢我的心鞋吗 大家都喜欢佩佩的心鞋子 我好喜欢我的心鞋子 我永远都不要把它脱掉 洗澡的时间到了 佩佩连洗澡的时候也穿着她的心鞋子 佩佩换上了睡衣 还是穿着她的心鞋 佩佩连上床睡觉都穿着心鞋 佩佩 你真的不把鞋子脱掉吗 我永远都不要脱掉我的心鞋 好吧 佩佩 乔治 晚安咯 晚安 妈咪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宝贝 下雨下了一整晚 院子里很湿 妈妈猪穿了雨鞋 爸爸猪穿了雨鞋 乔治也穿了雨鞋 佩佩还是穿着她的红色心鞋 乔治要到湿草里去玩 真糟糕 佩佩也喜欢在湿草里玩 可是她不想把心鞋弄湿 我不能到湿草里去玩 乔治 乔治喜欢在水坑里跳 佩佩也喜欢在水坑里跳 可是她不想把她的心鞋弄脏 妈妈和爸爸也喜欢在水坑里跳 大家都喜欢在水坑里跳 佩佩要去哪里 佩佩去换上她的雨鞋 佩佩去换上她的雨鞋 一定要穿雨鞋 我们要穿雨鞋 才能跳水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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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德洛马 大家好 你好 佩佩 我好喜欢圆游会 我也是 你最喜欢什么项目 臉部彩绘 我喜欢气球 我最喜欢跳跳城堡了 我全部都喜欢 我全部都喜欢 佩佩 你真会跳啊 待会见佩佩 待会见 乔治 你最喜欢什么 恐龙 恐龙 真糟糕 乔治 原油会里没有恐龙 也许我们可以帮你买个恐龙气球 你确定这里有恐龙气球吗 爸爸猪 我很确定 我跟乔治可以先去脸部彩绘吗 当然可以 兔子小姐把佩佩的朋友都化成老虎 好了 苏西 你现在看起来像老虎了 谢谢你兔子小姐 哇 你的脸好漂亮 苏西 你是小猫吗 不是 我是老虎 佩佩 你的脸要不要画 要 谢谢 我要画成 大象好吗 糟糕 我不会画大象 我会画老虎 好 那就画老虎 好了佩佩 你现在变成老虎了 我是老虎 我是老虎 乔治你想画什么呢 恐龙 恐龙 画老虎好不好 我很会画老虎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 老虎不会汪汪叫 你怎么知道 因为老虎是大猫 而我是猫 汤丁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当老虎吗 好啊 老虎会慢慢地爬 然后 跳起来 老虎 老虎会把自己舔干净 最棒的是老虎高兴的时候会扑扑叫 嘿 小朋友 我的天哪 你们全都是老虎 我正在教他们怎么当老虎 你们这些小老虎接下来想玩什么 恐龙 对啊 我们要替乔治找恐龙气球 嘿嘿嘿嘿 每个人都去买个气球好了 快追 凌羊太太你好 我们要买气球 麻烦你 没问题 我这里什么样的气球都有 我要一个大象气球 给你 佩佩 我要袋鼠气球 狮子气球 猴子气球 鹦鹉气球 没问题 我都有 嘿嘿嘿嘿嘿 最重要的 我们要一个恐龙气球 给乔治 糟糕 我什么气球都有 就是没有恐龙气球 哦 不要哭 乔治 我有办法 请给我们两个长行的气球 大家看好哦 爸爸猪拿气球 在做什么 好了 谁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呢 是袋鼠吗 不是 这是 恐龙 答对了 恐龙 爸爸猪替乔治做了一个气球恐龙 哟 恐龙 现在去玩跳跳城堡 佩佩喜欢在跳跳城堡里跳 大家都喜欢在跳跳城堡里跳 這是最好玩的一次園遊會 我是佩佩豬 這是我弟弟乔治 這是媽媽豬 這是爸爸豬 小猛豬開始囉 今天播出媽媽豬的生日 今天是媽媽豬的生日 爸爸豬為媽媽豬做了床上早餐 生日快樂 媽媽豬 佩佩和喬治畫了一張生日卡給媽媽 生日快樂 媽咪 哦 好漂亮的生日卡片呢 我們還準備了更多的驚喜 好好享受你的早餐 慢慢吃 嗯 好吃 快點 我們還要準備其他東西 爸爸豬替媽媽豬做了一個生日蛋糕 我們必須把蠟燭放上去 一 二 我來了 媽媽豬已經吃完生日早餐了 媽咪來了 糟糕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呃 是誰啊 我是媽咪 我可以進來嗎 不行 不行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秘密啊 呃 沒有 沒有秘密 可是你不能進來 我知道了 媽媽豬 你到客廳去休息一下好了 這個主意不錯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好了 佩佩 我知道客廳在哪裡 這裡有雜誌 謝謝你 佩佩 還有好聽的音樂 謝謝你啊 佩佩 我們需要和媽咪年齡一樣多的蠟燭 一 二 三 糟糕 我們的蠟燭不夠 爸爸 媽咪幾歲 我偷偷告訴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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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好老哦 我想三隻蠟燭就應該夠了 媽媽豬的生日蛋糕準備好了 晚安 我們還要去佈置客廳 動作快一點 Hello 媽咪 噢 你們來了 我正覺得有點無聊呢 媽咪 你要不要去院子裡散散步 我可以说不要吗 不行 再见 妈咪 好好去散步吧 等一下 我们会叫你进来 我已经忘记生日有多辛苦了 爸爸猪 佩佩和乔治在装饰客厅 好好玩 爷爷猪和奶奶猪也来庆祝妈妈猪的生日 生日快乐 妈妈猪 你不进去吗 我还不能进去 爸爸猪 佩佩和乔治正在为我的生日做一些秘密的事 真好啊 待会儿见 拜拜 妈咪 你要不要进来了呢 我很乐意啊 闭上眼睛 还不可以张开啊 妈咪 一 二 三 张开眼睛 生日快乐 爸爸猪 好棒的惊喜啊 把蜡烛吹洗 还要许悦 妈咪 妈咪 打开礼物 你猜的猪是什么东西吗 我猜不出来 打开来看 哇哦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 哇哦 妈咪 你好漂亮哦 这么漂亮的衣服要穿去哪里呢 这是什么 这两张是今天晚上的戏票 谢谢你 妈妈猪好喜欢去看戏 我跟奶奶猪会照顾两个小孩的 好棒哦 真是个好棒的生日哦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妈咪了 也是最漂亮的 我是贝贝猪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我们就开始咯 今天播出牙仙子 佩佩和乔治在吃他们最喜欢的意大利面 你们吃得好吵哦 吃完了 吃完了 哦 现在可以安静一下了 这是什么 是一颗牙齿 从哪里来的牙齿 佩佩 你去照镜子看看 是我的牙齿 它掉了耶 别担心 别担心佩佩 这只是一颗乳牙 本来就会掉的 会有新牙齿长出来吗 当然会了 佩佩 这也表示牙仙子要来看你咯 牙仙子 是啊 牙仙子 如果你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牙仙子就会来哦 牙仙子会拿走你的牙齿 然后留下一个闪亮的铜钱给你 等我长大 我要当牙仙子 你长大要当什么呢 乔治 恐龙 恐龙啊 快点乔治睡觉时间到了 牙仙子快要来咯 佩佩和乔治上床之前都要刷牙 佩佩你在做什么 我要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 送给牙仙子啊 佩佩迫不及待爬上床 她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牙仙子来拿 佩佩 送给乔治晚安 晚安 晚安妈咪 晚安爸爸 晚安我的小宝贝 乔治 我不要睡觉 我们倒不要睡觉 等牙仙子来 牙仙子怎么还不来 等了好久牙仙子还没来 牙仙子跑到哪里去了 那是什么声音啊 是牙仙子吗 巧知 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哦 乔治 哦 那是乔治打憨的声音 他累了 睡着了 乔治他不太擅长熬夜 不过我很行 我不要睡觉 我要等牙仙子来 我不要睡觉 牙仙子来了 可是佩佩睡着了 你好 佩佩 这个铜钱赶紧换你的牙齿好吗 好干净的牙齿哦 谢谢你 佩佩 晚安 佩佩 乔治 起床了 天亮咯 什么 我 我没睡 牙仙子来了吗 没有 我们来看看你枕头下面 你看 佩佩 牙仙子来过了 还留一个铜钱给你 好棒啊 你睡着了 对不对 也许 我只睡了一下下 下一次 我一定要醒着 等到牙仙子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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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播出新车 今天佩佩和她的家人 要开他们的红车去兜风 我们把车缝放下来好吗 好啊 佩佩和乔治喜欢这辆车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就出发咯 我喜欢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也喜欢我们 对不对啊 糟了 汽车发出了怪声 怎么了 爸爸 我不知道啊 我们开去老爹狗的修车厂 他会帮我们修的 这个主意不错 妈妈猪 老爹狗 是修车厂老板 他很会修车 天啊 爸爸猪 你的车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你可以帮我修吗 老爹狗 可以 可是要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本来想要去兜风的 别担心 我修车的时候 这辆新车可以借给你们 好棒 谢谢你 老爹狗 车棚要不要放下来 要 谢谢 只要按这个红色的钮 就可以了 好聪明的车子 哇 等你们兜风回来 车子应该就修好了 谢谢你 老爹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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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佩和他的家人 喜欢这辆蓝色的新车 这辆新车有好多按钮 爸爸 绿色的按钮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按按看 神奇的窗子 爸爸 让神奇的窗子下去 蓝色的按钮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按按开 我好喜欢这辆车 可以把它留下来吗 不行哦 佩佩 这不是我们的车 我们只是借用一天而已 哦 糟糕 好像要下雨了 是啊 我赶快把车棚拉上 哪一个按钮可以把车棚拉上呢 哩 真是的 我好笨哦 啊哈 一定是这个按钮 新车喷了爸爸猪一身水 爸爸好笨 车棚不是那个鸟 这个按钮 不对 这个按钮 糟糕 救命 爸爸就忘了哪个按钮可以关车棚 这辆车好像不喜欢我啊 试试红色的按钮吧 现在雨停了 我们可以再把车棚打开吗 当然可以 是哪个按钮呢 红色的啊 好棒哦 老爹狗把车修好了 你的车修好了 万岁 谢谢你老爹狗 不用找了 谢谢你爸爸猪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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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啊 开自己的旧车真高兴啊 我喜欢那辆新车 可是我更喜欢我们的旧车 我们的旧车也喜欢我们 对不对 我是佩佩猪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我们就开始咯 今天播出寻宝记 爷爷猪和奶奶猪 在为佩佩和乔治设计寻宝游戏 奶奶猪再画宝藏图 爷爷猪把宝藏 埋在院子里的秘密地方 爷爷猪 你买好了没有啊 佩佩跟乔治快来了 你不要急嘛 奶奶猪 佩佩他们一家人到了 快点 爷爷猪 他们来了 哦快要好了 爷爷猪正好完工 奶奶猪 我们来了 奶奶猪 你们好啊 小宝贝 爷爷猪 奶奶猪 你们好啊 小家伙 佩佩 乔治 我们设计了一个寻宝游戏 院子里的某个地方有宝藏哦 哇哦 宝藏啊 在哪里 你要去找啊 佩佩 这张藏宝图给你 乔治可以戴我的海盗帽子 你好啊 乔治船长 这个地图有点难 爸爸 你可以帮忙吗 当然可以 我很会看地图 啊 真的有点难啊 爸爸猪 地图你拿颠倒了 当然看不懂 我也是这么想 这很简单 红色的叉叉表示宝藏的位置 这两棵苹果树在院子的什么地方呢 嗯 我不知道 要不要我给你线索 要 谢谢 第一个线索在瓶子里 可是瓶子在哪里呢 我看到了 佩佩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瓶子里的纸条 你们看 瓶子在这里 很好啊 佩佩 我们来看看纸条写了什么 哦 这是海盗写的纸条啊 妈咪 请帮我看海盗写的纸条 嗯 海盗的字写得真的好丑哦 海盗的字写得很好啊 我完全看不懂它在写什么 海盗明明写着 罩着箭头走 罩着箭头走 乔治找到第二个线索 树枝排成箭头的形状 你们看 箭头是这边 佩佩和乔治照着箭头的方向走 乔治你看 钥匙 佩佩找到了下一个线索 一支钥匙 佩佩 你真厉害 现在只要找到那一把钥匙 可以开的宝藏箱 可是没有别的线索了 也许你应该再看一下地图 你看 地图上有两棵苹果树 这里有一棵苹果树 这里也有一棵 所以宝藏应该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 糟糕 这里好像没有东西啊 等一下 这里有东西 哇 宝藏 哇 哎呀 你们可真厉害啊 我有钥匙可以打开箱子 哇 真不可思议 是金币呀 一定值很多钱 你们可要知道啊 它们比金币更棒 它们是巧克力金币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巧克力金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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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佩和乔治喜欢巧克力金币 每个人都喜欢巧克力金币 爷爷 奶奶 这是最棒的寻宝游戏 哈哈 哈哈 вый 会漂亮 激 Data 札 糖 水 糖 火猪 味 parity 感谢观看